音樂家蕭泰然在今年二月 在美國辭世 臺灣交響樂團 就邀請了音樂家蘇顯達 葉綠娜還有歌手許錦傳等人 舉辦蕭泰然紀念音樂會 音樂會中演出大師的作品 包括臺灣送 出外人 還有夢幻的恆春小雕等等 具有濃厚臺灣味的作品 而演唱會最後以描寫二二八事件的 音樂史詩一九四七續曲做壓軸 大師走了 但是他的音樂會永遠流傳 這是已孤音樂家蕭泰然的作品 臺灣送 在悠揚的曲調中 傳達他對臺灣這塊土地的熱愛 近幾年的一個演出當中 最常聽到的一個聽眾給我的回想 就是我聽了你剛才拉的蕭泰然的什麼什麼時候曲子 我有想要掉淚的這種感受 他的作品是最有共鳴 而且是最有說服力 而且是最能夠引起聽眾很多的回想的一個曲目 而且非常有代表性 因為他採用了很多臺灣的素材 包括民謠啦 包括原住民的題材等等 為了緬懷蕭泰然 音樂家蘇顯達 葉綠娜 歌手徐景淳 跟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共同舉辦紀念音樂會 讓聽眾了解他豐富多元的創作能量 在我的譜裡面很多有他的筆跡 他都寫進去要我們怎麼彈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已經對我來說變成他的音樂 那等於他的人已經是都存在他寫出來的東西裡面 所以要懷念他 我就是用音樂彈奏出來 我都隨時可以感受得到他好像他要對我們說什麼 那他給我的感覺就是他一個生命 全部就是要付出給音樂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 他完全相信他認為的上帝 他全部要付出 而且他真的是讓我們感受到在他音樂裡面 他是一個很浪漫 很抒情 很深情的一個人 音樂家蘇顯達說 蕭泰然的音樂輔慰人心 他將作品留在世間 就是一個音樂家最好的典範 他就是很願意把他的樂譜 跟他的一個錄音 就是讓大眾來使用 完全是無償來使用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胸襟 跟這樣的一個胸懷 我覺得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一個事情 音樂家蕭泰然雖然此時 但他的風範以及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情 將透過他的作品被世人牢牢記住